第21集,这话来的意外,桑志到嘴边的话又收了回去,他抬眼看了看挂在墙上的时钟,此时才刚过四点半,距离五点半还有一个小时,有不受控的小气带在心头发酵,掺杂着几丝莫名的紧张。 但很快,想到刚答应了殷真如的事情,他的心脏又像是缺了个口,所有情绪都一一漏掉。 桑志有点说不出口,但又觉得出而反而不好,往殷真如的方向看了眼,模样极为犹豫。 迟迟等不到他的回应,桑言又开口问,听到没有?桑志慢慢地压了声,仿佛没听清一样。 桑言勉强耐着性子重复了一遍,我说,段嘉许一会儿去接你,五点半左右,他到时候应该会给你打电话,你先在班上写会作业。 桑志,五点半。 桑言,嗯,还有,今天给我老十点,别给别人惹麻烦。 桑志正想反驳。 桑言又冒出一句行了我忙着呢,随后便毫不留恋地挂了电话。 听着听筒里传来机械的嘟嘟声,桑志把手机放了下来,无言地看着屏幕。 他把手机放下,忍气吞声地开始收拾书包,背上之后便一瘸一拐地走到门口。 殷真如过来挽住他的手臂,走了一段路。 想起之前的事情,桑志狐疑地问,你不会又是带我去找傅政出吧? 啊? 殷真如一愣,连忙摆了白手,不是啊,我也很久没跟他玩了。 他最近跟换了个人似的,一天到晚在学习。 不是就行。 殷真如没骗过他,桑志也没怀疑,只是补充了句,那我陪你去吃点东西。 但五点半的时候,我得回来找我哥。 殷真如说的附近,就是在学校的后街,在南乌大学走出去的一条巷子里。 里边有不少小摊位和店铺,他们两个以前也去过几次。 这样一来一回,一个小时也差不多。 殷真如沉默几秒,点点头,好。 两人下了楼,桑志因为腿脚的关系,走得有些慢,一只脚踩住台阶,另一只又踩上,才继续下一个台阶。 他没让殷真如扶,自己扶着扶手慢吞吞地挪。 以前画很多的殷真如,不知为何,今天画格外少。 桑志主动提了个话题,你今天怎么突然来找我了? 嗯,殷真如似乎是在想事情,反应有些迟钝,我很久没找你了吗? 诶,因为分班了吗? 然后我认识了几个新朋友,就没什么时间找你。 我改天介绍,你们认识呀。 她的人员向来好,桑志没太在意,没事,我就问问。 殷真如,就有点想你了吗? 所以来找你玩。 桑志点头,唇角弯了起来,唇边有个梨窝线进去。 虽然她说不出什么肉麻的话,但听到朋友这样说,也挺开心。 出道校外,两人左转直走,再左转,一路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,说得多是最近班上的事情。 见殷真如总心不在焉的,桑志说着也觉得有些没意思,忍不住问。 我觉得你今天好像有点奇怪。 殷真如立刻抬起头,怎么了? 桑志,你是不开心吗? 殷真如,没,没啊。 那我感觉你话好少。 是吗? 殷真如揉了揉鼻子,可能有点困吧? 你昨天熬夜了? 嗯。 两人走到后街,桑志看了看附近的店铺,随口问,你想吃什么? 我们去点分云吞。 殷真如没硬,反问,桑志,你今天带钱了吗? 听到这话,桑志那那低头,从口袋里翻出一张纸币,带了二十,够了吧? 殷真如,呼得低下头,语气似乎带了点羞耻和内疚,往另一条巷子指了指,我不想吃云吞。 我们去那边吧。 桑志顺着看去,巷子有些黑,那头的人流量也少,巷口站着几个在抽烟的少年。 见状,他的脚不停住,不解道,去那边干嘛? 我没去过那边,而且那边看起来不像有吃的东西。 就是,殷真如的表情有些急了,我不想吃东西了,我想去网吧。 桑志猛了下,显然没想过会听到这两个字,网吧。 殷真如有些难堪的应了声,对。 桑志提醒他,殷真如,网吧没成年进不去,要身份证的。 殷真如,那家能进的,那不就是黑网吧吗? 对,不行。 桑志皱眉,拒绝了他说的话,你去网吧干什么? 我想玩游戏,殷真如苦着脸,我最近成绩变差了,我爸妈都不让我碰电脑了,那也不能去黑网吧。 殷真如扯着他的手,你就陪我去吗? 我一个人不敢进去。 不行,我爸妈不让我去那些地方。 桑志虽然有些任性,但该听的话还是会听,半点没退让,你想玩可以去我家玩。 殷真如摇头,那个游戏的下载好久。 桑志,那我今天回去给你下载,明天你来我家玩。 然后,你好好学习,提高成绩之后,你爸妈会让你玩的。 反正都来了。 殷真如的眼神飘忽,你今天就陪我去一次吗? 我就去这一次,以后都不去了,行吗? 桑志盯着他,没吭声,两人僵持半晌。 说半天他都不同意,殷真如生气了,自顾自地往巷子的方向走,提高音量说,那算了。 我自己去,你回家去吧。 站在巷口的少年们,只是扫了他一眼,也没有别的举动。 桑志有点不安,但又怕他出什么事情,捏了捏书包带,硬着头皮,跟了上去。 殷真如,你别去行吗?巷子里的光线暗,没有灯,道路略窄,有垃圾堆在一边,显得又脏又乱。 桑志走路速度没殷真如快,喊,那好几声,殷真如才停了下来,回头看他。 他往周围看了看,完全不想继续待在这儿,你别闹了,我们回去吧。 没等殷真如说话,桑志看到有几个人从旁边的一间房子里走出来,是三个女生,穿着直中的校服。 领头的女生,盯着一头酒红色的头发,脸上抹着浓妆,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 她的校服上,还画满了各种怪异的图案,手里拿着根烟,吐着烟圈对殷真如说,怎么这么晚? 等你半天了,小妹妹。 殷真如慢慢转头,窃窃道,老,老师今天留堂。 红头发女生,这样啊,我还以为你跑了呢,还打算明天去你学校找你玩玩,跟你爸妈要钱没? 姐姐,我真的没钱,我爸妈不给我。 但,但是,我朋友带了钱,说到这,殷真如回头看向桑志,恳求道,桑志,你不是带了钱吗? 桑志瞬间意识到了什么,看向殷真如,眼珠子黑漆漆的,看不出情绪。 殷真如不敢跟她对视,立刻别开眼。 听到殷真如的话,红头发女生才注意到站在殷真如后面的桑志,流里流气地走了过去。 带了多少钱啊? 桑志抿了抿唇,从口袋里拿出那张二十。 红头发女生接过,就这点。 桑志点头。 红头发女生择了两声, 小妹妹,你有没有这么穷啊? 站在她后面的两个女生猛地笑了起来,好像还是个瘸子呢。 小瘸子。 她瞬间改了口,用握着烟的手往桑志脸上拍了拍,笑道,你没钱,你爸妈总该有吧? 借点给姐姐花花。 怕被烟头烫到,桑志没敢动,慢吞吞地嗡了声。 红头发女生这才收回手,轻声说,那明天放学之后过来这找我。 对了,敢告诉老师家长的话,姐姐每天都去你学校找你玩哦。 桑志顿了两秒,又嗡了一声。 红头发女生这才满意地往回走,路过阴真如的时候,用力扯了扯她的头发,冷笑道, 你明天也给我带钱来,别拿你爸妈不给的话应付我,偷也得给我偷到。 殷真如的身体顺着她的力道往后倾,发着抖,话里带了哭腔。 姐姐,你别打我,我明天一定给你。 恐吓完之后,三个女生有说有笑地当着她们的面说了好些话。 过了好半晌才出了这条巷子。 刘殷真如和桑志站在原地。 桑志看向殷真如,面无表情道,你认识她们,我昨天去网吧遇到的。 殷真如开始掉眼泪,桑志对不起,我真的太害怕了,我零用钱都用完了。 我爸妈也不多给我,我不知道怎么办好。 她没硬,转头往巷口的方向走。 殷真如急了,连忙跟上来,你别生我的气,反正给她们钱就好了,她们应该也不会伤害人。 等放假,放假之后就没事了。 桑志,桑志呼地转头,问道,你是被她们勒索了吗? 殷真如可怜兮兮地点头。 那你为什么叫我过来? 桑志明显来了气,声音隐隐冒火,你应该告诉你爸妈,或者告诉老师,你为什么叫我过来? 你刚刚不是听到他们说的话了吗? 殷真如被她胸得一愣,物业道,我要是告诉家长,他们的天天来找我,我不敢。 而,而且,殷真如的声音变得含糊,你家不是挺有钱的吗? 极强的背叛敢浮上心头。 桑志盯着她,一时之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 她没再说话,沉默着走出了巷子。 殷真如抹着眼泪,提心吊胆地跟着她。 半晌后,桑志出了声,你以后别来找我了。 殷真如又开始哭,桑志,你不用听他们吓你。 桑志平静地说,回家了之后就告诉你爸妈,他们总不可能,不管你。 那几个人看起来也没比我们大多少,没什么好怕的。 殷真如低下头,不知听没听尽她的话。 说完之后,桑志也沉默了片刻,然后才说,那我走了,再见。 殷真如也没再跟上来。 桑志不敢继续在那块区域待着,走路的速度加快了些, 直到走到平时熟悉的牛杂店附近,才停了下来。 她发了好一会儿的愣,有些茫然,忽然想起了段嘉许。 桑志的精神一紧,猛地从书包里翻出手机,这才发现已经六点多了。 段嘉许给她打了十几个电话,让她等了好一段时间,桑志开始提心吊胆, 怕被骂,也怕她生气。 正想打回去,那头刚好又打了一个电话过来,她连忙接了起来。 似乎没想过这次她会接起来,电话那边明显顿了好几秒,才出声问。 桑志。 桑志乖巧地嗡了声。 段嘉许松了口气,你跑哪儿去了? 你哥没让你在学校等我? 桑志,在沉寂云吞旁边,我哥说了。 安静几秒。 段嘉许,你在那边等我。 几分钟后,段嘉许出现在云吞面馆的门口。 她似乎是跑着过来的,额尖冒着细细的汗,脸上也染上几分红。 表情难得半分笑意不带。 看到桑志半点是没有,她的眉间稍稍一松,又拧了起来。 桑志主动喊人,哥哥。 段嘉许,语气淡淡,你刚刚跑哪儿去了? 桑志犹豫了下,老实地指了指刚刚那条巷子。 那边? 段嘉许看了过去,视线停了一下。 她重新看向他,像是觉得不可思议那般,气急返效。 网吧? 谁让你去的? 桑志瞅他,不敢吭声。 段嘉许的胸腔微微起伏,像是安娜着脾气,电话也不接。 你不乐意让我来接你,你跟你哥说。 段嘉许停顿了下,直勾勾地盯着她,桃花掩护的一脸,唇角弯了起来。 她的声线压低,语气又变回平时那般吊铃铛的,却莫名像是带了尖锐的词。 你知道哥哥穷,也没那么多时间。 桑志这才开了口,我没。 他不安地抓住书包袋,迟疑着要怎么跟他说刚刚的事情。 不太想麻烦他,也怕他会觉得自己蠢,那么容易就被骗到那边去。 见桑志看上去似乎是带了惭愧。 对,段嘉许的火气才稍稍散了些,但还是收起了笑意,面无表情道,知不知道哪错了。 嗯,他的语气刻意咬中了些,说话。 桑志从没见过段嘉许生气的模样。 此刻莫名联想到了,以前桑言闯了祸,桑容准备打他之前,教训他的语气。 好像跟现在段嘉许的语气一模一样。 他的脑子里瞬间又冒起了一句话。 小孩子不听话,打一顿就好了。 桑志猛地把手背到身后,胆怯地往后退了一步。 他的动作很大,又来得突兀,看上去有些莫名而怪异。 段嘉许愣了一下,没反应过来他这是什么意思,绷着的表情也有了裂痕。 下一秒,桑志咽了咽口水,小心翼翼地说,哥哥,对不起。 小姑娘的语气怯怯又紧张,似乎是真被吓到了,段嘉许的火气渐消,想说点什么的时候。 又听到他语出惊人的冒出了句,你不要打我。 我们,我们讲道理就好。 桑志又退了几步,不敢凑他太近,我这次会听的,我懂怎么讲道理了。 本集完。